這一回是川普 川普差一點就遇險了 他在佛州的西宗旅灘 高球俱樂部的活動的時候 槍手被發現藏身在樹叢 帶著瞄準鏡的AK-47步槍 而且呢 兩個背包裝有陶瓷傳 還有GoPro 那現在呢 警方的說法是呢 他距離川普距離非常非常的短 只有365到457公尺左右 那個路透社有曝露 川普發給金竹的電郵 他說我附近發生了槍擊 但是呢 謠言滿天亂飛之前 我希望你們先聽到這件事情 就是我平安無恙 好 現在槍手的這個背景呢 也被大家起底了 特勤幹員是在巡邏的時候 發現到槍管跟槍手交火 至少開了四槍 但是最後呢 還是被他開車給逃了 不過呢 最後他也是被抓了 從他的一些社群媒體商中的 這個貼文喔 他的貼文呢 竟然是 挺台灣 還有烏克蘭 FBI現在研判說 他是一個看似企圖暗殺的事件發生 那這名槍手呢 他貼文提到是打算要組台灣的外籍軍團 要募五萬名的阿富汗士兵來保護台灣 所以這種很多支持台灣都是美國這種狂人啊 這種根本不曉得外界世界長什麼樣子 就是美國的白人大土丹 就他認為美國是什麼替天行道啊 台灣歸了他管啊 台灣在哪裡都搞不清楚 所以問題就變成這種人 美國現在不少啊 對 可是我們這邊有的媒體就把這些人的話當做什麼 哇 這個挺台灣啊 不得了啊 美國民間比台灣 他根本不是挺誰啊 他就是好戰啊 他就認為美國就是什麼叫 就是就是世界的什麼天兵天將 干他什麼事 他現在被關在監牢裡面 這個什麼事都做不了對不對 在那邊大大言跨跨其談 要幫這個幫那個 他是曾經也想到去烏克蘭 結果也沒去成啊 對不對 我去的話也好 那個上戰場兩鄉下就 他就已經倒下去了對不對 他知道 他在那個瘋狂的那種想法 那種啊 基本上就是無知啦 這種人啊 就是一個非常無知 又非常偏激的美國人 那現在在這個美國這個 兩黨的這個政治氣候之下 他被撕裂了 他被這個兩種不同的政治組織撕裂了 他已經發瘋了 就這樣 所以他才會想要去刺這個 刺這個川普 那這個 這個做事也非常非常的愚蠢啊 對不對 那 那這種人成的了事嗎 那 可是呢 就變成就說他兒子還說 他有美國記者我今天聽說 他兒子說他是一個非常愛家庭 他是一個很溫和的一個人 一個很愛家庭很溫和的 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那我只能說美國的政治害了他 美國今天這個共和黨的這個 這個這個總統候選人指的那個民主黨候選人 他一講完他就說他講的都是謊言 結果呢美國共和黨川普講完那個賀錦麗就說他講的都是謊言 他在睜著眼說話說瞎話 跟著美國全全世界講啊 他的競爭動作就是一個什麼就是一個騙子 然後呢 他是怎麼樣 賀錦麗講他什麼他說 他說你就是一個怎麼樣 你是一個重刑犯 而且你還是一個性犯罪的一個怎麼講 一個被起訴的人 這就是全世界工人這樣講啊 然後拜登怎麼講呢 川普怎麼講呢 川普說 我已經為這個國家挨了一顆子彈了 記不記得他在辯論 他說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那些人 民主黨說 我是美國民主的威脅 所以很清楚啊 今天川普會被第二次遇刺的話 照川普講法 就是因為民主黨那些人 把他污名化了 把他妖魔化了 那是誰把他妖魔化 是美國人自己把他妖魔化的 那美國總統就要選舉要選這樣 你能怪那些無知無事那些 這些什麼 就是說根本不知道外面世界長什麼樣子 那些白人嗎 就是說自以為自己是優秀種族的 他要替天行道的 對不對 還要叫什麼 還要來救台灣的 這些人 我接觸過 我以前在美國看過很多啊 對 那種在美國人這種叫什麼 叫white trash 白垃圾 對 那他就是這樣子啊 他無知無事啊 你以為美國 美國人有多高的水準啊 無知無事 拿一個AK四股槍 然後就要去把總統幹掉啊 就這種人啊 對啊 那美國會發生 只是說這種事情以前沒有發生 美國即使在競選的時候 我在美國看了那麼多選舉啊 這兩次選舉完全人身攻擊 完全是人設的毀滅 完全是人設的毀滅 所以這種人設的毀滅 然後又把他們的政見 把對方都妖魔化以後 就把他的支持者都推到兩級 兩級級為對立 所以現在美國最危險的 還不是現在 是美國選舉如果出現一個狀況 就跟四年前很相像的狀況 對不起 川普又小輸 那他的支持者又不服 那怎麼辦 這一次要再鬧起來 可能就不是去年 那個三四年前 一月六號那個狀況 那搞不好更激烈了 你看現在還沒選擇 就已經開了兩槍了 還會不會繼續開 不知道 因為美國現在怎麼講 社會嚴重對立 然後川普形容的那一些 美國那些非法移民 都全世界最死惡不赦的人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就說人家吃狗吃貓 那人家現在民主黨就是不信 所以美國現在這個社會呢 就是說 會出來這種 去你看一個二十幾歲的 白人年輕人 上次開槍打他的 這是一個五十八歲的白人年輕人 這些人都瘋了 他今天為什麼瘋了 那要怪美國的這個政治人物 把他們搞瘋了 好 將軍要幫我們做補充 我這邊補充一下 我其實以這個軍人的立場來看的話 這個槍子為什麼會發現 然後其實因為他槍管露出來 所以危安人員看到有槍管從書籠裡面露出來 然後其實我認為是這個危安人員先開槍的 現在看到槍管他就先開槍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才 那他一定要這個危安人員對他開槍 他馬上槍一丟就跑掉了 但是這讓我聯想到我每次 這個上次漢光演習我一直在講 但是我們國防部真的很差 這個漢光演習你每次一看那個鏡頭 你看我們阿兵哥一到什麼地方 第一件事就把槍舉起來 所以我們戰鬥教練最基本的教你就是 不射擊不出槍 這是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我看到我們國軍每一次 人家兵只要趴在一起就馬上擺拍 槍就馬上擺出來 這不管是在上次我們看到這個憲兵啊 或者是說在那個釣魚的這個河流旁邊 都看到這種動作 所以以這個例子 這個射手會被這個危安人員發現 就是他先把槍弄出來 所以戰場上每一個小動作 你都要注意到 你才能夠保證自己的安全 那第二個我要講 其實這是川普來講的話 當然我以這個比較技術層級來探討 我覺得川普這次命真的很大 因為他用這AK-47的步槍 是非常準的步槍 我打過 我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那天我是在這邊打的 所以說給各位看這下面是證明我是真的有打 然後在美國的一個靶場上面打的 然後那時候我是用力射無依托 完全沒有依托 就槍這樣舉著 然後你知道這種槍有多準 當然我只有25公尺的距離 它靶場只有25公尺 各位看一下 我換個圈圈 它這是我打的這種情形 你看這個槍有多準 它大概你打一個槍 你第二發可以說是就可以直接打到 第一發的那個彈孔上面 可以準到這種程度 因為它是7.65公里 7.62公里的 那我想說這個川普命真的很大 它距離這個你想想看 只有平均大概300公尺左右 如果說這個槍手有受過訓練來講 確實可以它不死即傷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近段廣告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